下面这个图呢它有两个sector of circle 然后OPML和OQR Center都是在O 然后我的PQO跟ORS Equilateral Triangle Equilateral Triangle呢就是它是等边三角形 上面都一样 除了等边三角形上面都一样的话呢 我们还知道它是60度 OK 都是60度 它每一个边都是60度 然后它说MM是midpoint 然后它的SR SR是11 所以11 然后它说MM是midpoint of OQ跟OR 11分离半的话呢 这个其实是5.5 这个也是5.5 OK 然后所以是这样 这一边是5.5 这样我可以说 就是说我的这一个的Radius呢 是等于11 然后我小的这个的Radius呢 是5.5 然后题目呢 要我们找Perimeter of the whole diagram Perimeter of the whole diagram 这个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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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加11 加11加11 再加QR吧 我们要找到这个的度数 这个的度数呢 它就是360 点掉90 再减掉两个60 然后它得到150度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它是150度 就是将来的啦 这一边 这个是150度 data等于150度 所以我的QR的那个长度呢 会是等于150 和360 长度是2πR Area就πR square 然后它的R R是多少 R是11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它就150 和360 然后再乘以2 乘22 和7 然后再乘11 所以我拿到答案是605和21 所以答案是605和21 所以我的Parameter of whole diagram的时候呢 它是4个11 再加上605和21 所以我在这一边 加上44 OK 所以它就会变成这一个 然后把它变成这样 这个是126 172.1 然后我们刚刚的这个是这样 这样的答案 其实也是可以接受 题目有讲要换成小数吗 没有 这样其实小数也可以 嗯 所以三种答案都可以接受啦 然后我自己本身最喜欢的是 换成代分数的这一种啦 好 所以这个是我A的部分 B的部分呢它要Area of shared region 你心里想啊 我Area of shared region 很多同学呢 他会拿这个 剪掉这个 再加这个 再加这个 可是高手呢 他会做怎样的事情 他会这样 他把这一边 他有60 然后他再60 然后 这一边这样6060 他把这个60的填过来 再把这个60的填过来 他把它填过来之后呢 他这一边就满了 这边就满了 所以我其实只要拿我的 这一个 剪掉这一个就可以了 OK 然后PQR ST啦 我随便给他AB啊 一个名字 所以我在这一边呢 我可以找Area of OQR 它的度数呢 是150 for 360 乘以πr² 然后它的r呢 是11的sq 然后我们这一边就 嗯 这个是11的sq 然后 这一边是这样 所以150 for 360 乘22 乘11的sq 所以我拿到的是6655和42 所以它是6655和42 然后我的Area of OAB 空白的那个部分 剩下30度啊 因为这边60 这边60 所以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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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二 然后这边剩下30咯 所以它是30和360 乘22 乘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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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那这一个会变成30 然后 乘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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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拿到的是这样 133 1 168 OK 所以133 1 168 所以我的Area of Shared Region 会是这个6655和42-133 1 168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有6655和42 然后再-133 1 168 所以我的答案是这样 嗯 这一个呢 它有很多种写法咯 然后 它也可以写成小数 然后它也可以写成带分数 所以我自己本身最喜欢的是把它写成带分数 ok 如果题目没有要求你要以小数的方式写出来啊 有时候它会讲你要把答案写成二位小数 这个时候你就要写成二位小数了 ok 168 然后 CM Scribe 好 这就是我的答案啊 然后 刚刚的这一个是 CM 嗯 就是这样 哦 其他一定是什么 但是